今年公有128名公运领袖、公有、企业伙伴和政府代表 获颁全国职工总会劳动节奖章 以表扬他们在支持本地公运 和为公有争取更好的福利等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在保安领域闯荡的女子并不多 不过这并没有成为斯瓦马尼的绊脚石 她目前在本地一家保安公司担任首席安全长 除了同其他的女保安人员合作 她也在去年完成了培训计划 培养领导能力 今年共有34名公友因积极提升技能 和接受数码转型相关的培训 而获颁模范公有奖 所有得奖者将在下星期一举行的 劳动节奖章颁奖典礼上接受奖章